甜蜜 拿到鋼鐵人命中率都就11%的那個比較低迷的表現 謝謝 甜蜜的三分球 少了分球出來甜蜜 超級的成功之後前面的一個球派一擊 我撐起分球後來 最後兩秒鐘 甜蜜跨進來 最後把這個炸彈給拆掉 發現如果沒有投開的話還是要讓慕倫斯打到進去 國王這邊沒有拔球 是鋼鐵人 因為他對到的是慕倫斯這個點 對 直接轉身 又是出手 又是甜蜜 三節15分進場 綠翔去下滑開一個後門 甜蜜自己運球之盟 把秀了一坡吃掉的慕倫斯 來看一下 連續三次的換手運球 甜蜜 他足定了三分拳手 今天的甜蜜 這場呈現的是一個進攻大戰 這位 又拉回來 被帶慕倫斯蓋鍋之後 藍底下藍少虎 一樣的位置再拿兩分 成以上 甜蜜 藍底下要硬吃 哇金煙 他手感一來 那這一球就是專注力的問題 嗯 甜蜜 這一場比賽在這之前已經投... 他用手指調了 甜蜜切進來的同時 在頭內 因為我覺得就是裁判你要吹得好 你一定必須要對 每一個球員他的... 另外鋼鐵這邊 有點像是甜蜜的一支獨秀 上半場就一個人獨得分手段 不只得分 像剛剛提到的四個超級也很關鍵 而且我... 是十分... 拿下DoubleDouble的成績 而且有第一個助攻喔 相當的偏離籃框 現在看一下下半場一回來 甜蜜跟悟空 國王隊也是連續兩次進攻 沒有把球給打進 回頭甜蜜 這邊馬上 呂正如 三分之間兩大步的出手 最後是涮框而出 沒有我覺得就是... 這是封口費啊 因為一開始我觀察到 往前面給甜蜜 一個大轉身要到犯規 而且把這兩分都打進去 有機會 那在最近這個暫停回來之後 也把Q換了下去喔 看到Q跟奧迪 在第四節前面打得比較好的 馬上回到球場 出手給騙到喔 如果他要換的話 可以多製造更大的身體接觸 因為不痛不癢 你讓甜蜜打進了一個2加1 結果我還能認爲 對 這不管是不是出手 甜蜜兩罰巨中 甜蜜 這邊球被撥了一下 能夠轉到禁區裡面 擺進這兩分